嗨 太喜歡泡湯了 你看了這兩位都是這個泡湯達人 男的帥女的美吧 就是十足的這個說服力 好在臺灣我們來看到 包括有這個美人湯 他就是碳酸氫鈉溫泉 那主要特色就是透明無色 而且是是不是泡完就是咕嚕咕嚕 對不對 日文常講滋滋滋滋有沒有 滋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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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滋� 会有点残留 可是它有好处说 让你的这个什么汗水 不会那么快蒸发掉 那么在台南关子岭 花岭安通 你都可以泡到 在心脏之汤 又名为碳酸泉 对心脏的负担是比较小的 但同时还是可以帮助 我们的身体循环 血液的循环 像台中的谷关 台东的脂本 都是心脏之汤 好 赶快请教Apple Apple的口袋名单 现在跟大家分享 应该是从北到南吧 先从北部开始 像北部刚刚的那个美人汤 我就有去泡过 新北乌来 乌来 对 然后因为这一家 其实我会去泡是因为 现在大家就是要出去玩 好吃好玩的 你都会先上那种 网路上找一下 社群媒体 然后那时候就是在IG上面 看到这一家 很多网媒都去打卡 然后拍照超漂亮 我们是不只好泡 我们还要好拍 所以我才会去 来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 我先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那个入口处 它是长这样子 你要下一个 有点像 比较秀实的那种隧道 对 然后我是觉得 他们会在这边拍照 很好看 然后它其实里面 泡汤的地方也很好看 然后因为我有上网 做了一下功课 它这边乌来的温泉 好像是三百年前 泰雅族原住民 他们去狩猎的时候 发现当地居然有温泉 然后他们就叫 这个是美人汤 然后就像刚刚讲的 因为是弱碱性 所以泡出来对皮肤很好 然后它的话 它里面也可以拍照 就是像这样 你应该是去拍照 不是拍照 不是泡汤吧 不是 我跟你讲 它这个叫一间二狗 是不是 是不是 一间二狗 三狗 对 对 梦拉一间三狗 没错 没错 因为它譬如说泡汤 可能两个半小时 是 通常前面一个小时 都是在拍照 先拍好拍慢 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地方 它也都会设计好 应该说是 它会告诉你 哪几个点拍出来 是最漂亮的 对 就跟网美拍照的点 你上网找 打这个地点 然后大家在这边拍 就会一系列 大家在这边是怎么拍的 但是我真的有发现 就是那网路上去 搜寻那个照片出来 就发现每一个人拍的角度 跟一起都差不多 那那边大家都是参考 同一张照片 英雄所见略 而且我看到有一些 叶子它很贴心在上面 会注明说 你大概你要怎么摆 那个姿势 就是姿势怎么摆 对对对对 然后你要在哪一个角度 拍起来 但是每个人拍出来的 效果还是不同 像你看Apple就是 人也不一样 对 Apple都会先拍照 对啊 对这就是我会先拍照 然后这是正在泡的时候 哇这好诱人啊 你看 你们好捧场 这很过分 刚才现场大家都会 欢呼善 那个焦点就是在人身上 跟不是在温泉 你们好捧场 对啊就是拍这种美照 你这个好山好水 这个又有一个好风光 好美人 对好美人好风光 而且泡的这个是乌来的 碳酸氢纳 美人汤 对 OK 然后除了泡之外呢 其实要吃好也要喝好吧 对 我也要找一下 因为其实乌来能玩的地方 其实蛮多的 然后它也有乌来老街 对 但因为我那天去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点飘雨 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找一个点 是可以坐下来喝咖啡的 对 然后因为是飘雨 所以雨一阵一阵的 然后这一家咖啡厅 它就是有户外跟室内 可以边喝咖啡 然后边看后面的瀑布 然后如果你是在室内的话 室内也有靠窗的位置 你整个瀑布 一整条就在你的旁边 这就有点像去瀑布咖啡厅 对 瀑布咖啡厅 你这是心旷神怡 对 所以我是觉得 那边就是好吃好玩的都很多 然后因为刚刚也有讲了 他们那边其实有一点原住民的色彩 是 所以你说要吃一些什么 山豬肉香肠 小米酒 或者是小米麻糬 哇 流口水了 我有带雷线叉叉 像这个是花生 然后芝麻 然后这个是红豆跟芋头 小米麻糬 我觉得就会有吃起来那个米香 然后很Q 而且很非常异样 因为观众只能看得到吃不到 我们要告诉他口感怎么样 它的那个甜度刚刚好 而且就是它的里面红豆是 粒粒奔命 你看我的花鸡 芋头泥爆出来了 哇 你刚才没有叫我选芋头泥 藏丝 我想说你们要吃自己喜欢的口味 对 是真的还蛮好吃的